好 那麼臨日攻擊 沈柏洋擔任顧問 張炎廷說搞得亂七八糟 不懂軍事 然後來當什麼顧問 然後各行如各山 他根本沒有當過職業軍人 應該去先學一學 否則把這個軍事搞得亂七八糟 沈柏洋就說 張炎廷查證能力有問題 他說我不是現在當顧問 我在學界的時候 負責治安統戰 認知作戰 他說說我是總顧問 沒有查證 他大概意思說我不是總顧問 另外這個 他說現在國軍保家衛國 都是在幫民進黨宣傳 意思就是說這個還真覺得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罵國軍 罵國防部 然後罵軍購 他執政的時候又說這個很重要 換了位子 換了腦袋 這個沈柏洋說 這個是把烏克蘭學道的給編劇 但是烏克蘭跟台灣情況是不同的 你把烏克蘭那一套 美國現在是把烏克蘭那一套搞到台灣 很麻煩的 烏克蘭的面積是台灣的幾十倍大 他到處可以跑 台灣跟烏克蘭怎麼會一樣 不一樣的 台灣這麼一個島 三分之二是山 一登陸以後就根本沒有多少腹地 你跟烏克蘭可以這邊打那邊打 東邊打到南邊 完全不同 王鴻也炮轟臨時攻擊 製作人叫鄭新梅說 不要因為題材就擅自定義 另外現在就問中華電信投資多少 結果王鴻就給中華電信一個喊 說你告訴我你投資多少等等 結果中華電信說 這是我們的商業機密 不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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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沈布洋說 這個觸動了國民黨的敏感神經 那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臨日攻擊 其實我是沒看過那個預告片 人家有人看了十七分鐘 就說這看得很要命 好像我們都打輸了 怎麼還沒打就是我們輸了 勞共第五重則的 台灣到處橫行了 那怎麼會好像就自認輸 還沒有打怎麼就自認輸 那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他們說國軍已經棄手了 解放軍在進門登陸 社群媒體現在都在傳說 總統坐飛機逃走 國民黨立委王鴻為日前批評 電視劇臨日攻擊 耗資2.3億元 其中包括將近1.3億的納稅錢 質疑拍綠色政治電視劇 還不如給國軍好好的利用經費 對此製作人兼編劇統籌振興媒表示 臨日攻擊是在202年秋天發響的 台灣當時被外媒視為下一個最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於是跟朋友將這股焦慮化為創作的動力 為台灣人傳達共同的擔憂 而尋找的三位顧問都是依照專長 當時都沒有加入政黨也非政治人物 至於2.3億製作費以10集的電視劇來說 等於拍了10部電影 他算下來一部花了2000萬上下 其實並不多 強調希望各界不要因為題材就擅自定義和審查 很珍惜台灣的自由創作空間 也希望所有台灣人一樣珍惜守護這樣的自由 沒有自由就不是台灣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一個影片 臨日攻擊 恰好竟然現在的美國的滑油 直接去引述 臨日攻擊是台灣現在軍備 準備不足的現況 所以這個臨日攻擊 第一個認知作戰 竟然就認知作戰到美國的主流媒體 然後進一步的 非常有可能的就是要要求台灣接下來國防軍費 要從GDP的3%一路到4%一路到5% 你可以看到最近 不管是川普的前顧問博明 或是歐布萊恩 基本上他們都是Push這個論述 因為這兩個人在這個川普的陣營裡面 還是屬於鷹派 我們所謂的鷹派 所以這個川普到最後 如果是他真的有執政的機會的話 這時候台灣勢勢就面臨整個的國防預算 要擠壓到其他預算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影片根本就是一個鋪陳 就是一個認知作戰 我就要回過頭來看 因為剛才鳳京姐提到就是說 確實現在全球的股市 我覺得沒有太多跟中東有關 可是中東是一個題材 所以你看到美國的這些科技股 出來的財報很差 Intel的財報就是這麼差 比26% 對 過去的這一些 我們講的晶片股跟AI股市 過去股市的驅動 然後Bubble 然後出來的財報竟然不如預期 它當然會崩跌 可是台灣做了什麼準備 台灣就只有一個經濟部長郭志輝 他也不討論這些能源的安全 他也不討論金融的穩定 他出來告訴大家 各位 自求多福 全球的股災你要習慣 因為這是景氣循環的一環 然後水價過去都沒漲 各位就像各位 20年的薪水都沒漲一樣 他在三孝我們的百姓 20年薪水不漲 有這種證物觀 所以現在網友在講說什麼 在講說現在最難買的東西 就叫紙箱 因為開始在盤點台北市的公園 大家準備AI區 半島底區 其他區要去住了 這比零日攻擊 這些虛擬的戰爭的現況 還恐怖吧 一個賴政府不討論內政 不討論能源安全 不討論戰略準備 一天到晚用認知作戰 要恐嚇台灣人 而且趙大哥17分鐘裡面的預告片 裡面都在講什麼 媒體直播主宮廟 這個監獄裡面全部都是第五重隊 你全部都是中共的同路人 在國內自己找敵人 這是最不要得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這個林陽佩 要發雞排要發真奶 因為昨天全國一致 這是團結的象徵 絕對不要像賴政府一樣 在整個國內不團結還分化 找敵人 這是最要不得的 來 佳穎 這個零日攻擊 它其實是一個預言式 也就是提醒大家說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在戰爭前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之前也大概討論過 就是像是電腦裡面的 這個程式裡面 一旦發生了瑕疵 發生了錯誤 你連挽救都來不及的 臨時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是從電腦語言 然後去轉用到零日攻擊 所以剛剛林濤所講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提醒大家說 當這個戰爭發生前 可能會有第五重隊 或者是透過媒體不斷的宣傳 然後讓大家去投降 或是陷於一些錯誤裡面 可能會配合的 包括可能宮廟 黑道等等 這些都有可能會發生 當全世界正在發生這個什麼 以阿戰爭 惡物戰爭的時候 當然大家也會關心台海的情勢 跟台海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一步當然 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觀點去解讀 可是在短短的一個禮拜裡面 它的點閱率就已經高達150萬 也代表說其實全世界 或者是台灣 大家也都非常的關注 未來這一部片上院之後 上戲之後 它的發展或者是它未來 是不是除了台灣之外 其他國家它也可能會去持續的觀賞 所以不僅是從台灣自己內部的角度 可能從商業化或其他化的角度 也可以來多方面的去看 解讀這一部片 所以不要只是用政治方面去解讀說 臨日作戰就是一個認知作戰 剛剛講沈柏陽 他過去確實也是在 認知作戰或是黑熊學院 他都是專家 所以在這個部分 他擔任顧問也是非常的合理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 就是讓大家去了解說 台灣可能未來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用一個預言式的方式 包括他的資金如果相較於韓劇 或是其他的製作成本來講 相對的其實是非常的低的 可以宣 我不知道家瑜說 沈柏陽是專家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有勇氣 我想國人對於沈柏陽 在這個軍事上面 或者是說在認知作戰上面 是專家這件事情 應該都不能溝通 其實我覺得政府部門 去挹注在電影上面 這是大家都會支持的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是 你挹注的經費你要被檢驗 也就是說如果立法委員 針對你怎麼運用這筆資金 你必須要告訴大家 而且是要公開透明 清楚的跟大家說 這個資金是怎麼用的 我們看到剛剛講到 這個韓國的這一些電影 包含光是光州事件 其實就有非常多商業電影 而且都是推廣到全世界的 我也很認同說 台灣能夠透過電影 去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面臨的處境 跟我們現在的狀態 可是問題是在這背後 我唯一有意見的 真的就是那個顧問 這些顧問都太有政治色彩 而且這些顧問的光譜 真的實在是很難讓人接受 光是沈柏陽這號人物 不是開個黑熊學院 就表示他懂任之作戰 更何況我們過去看到 他在整個國會上面的表現 他可以問這個邱國正說 如何判定在地協力者 是要用政治光譜來判斷 這件事情就已經一笑大方了 更別說了 他過去還用這個A片來說 大家是不是可以來判定他的政治立場 種種的這一些例子 都已經對於沈柏陽 這個專業大打折扣了 但他現在竟然還是 斥資這種台灣國人的納稅錢 去拍出來的電影的顧問 我管你是顧問還是總顧問 簡單來說你就是掛名了 而且你就是在這裡面 大家剛剛提到的 就是在前導片裡面看到 不管是宮廟也好 不管是什麼樣的直播主也好 其實就印證了前一陣子 沈柏陽在公開場合說 所有人幾乎都是 第五縱隊的論述 也就是說這裡面 有太多沈柏陽的影子了 我們想要支持 國家自己生產的這種 影視音的產業 但是我們不希望裡面 有過多的意識形態 跟政治力的介入 我還去找就是說裡面這個廣告 就是他的前導片裡面 有沒有沈柏陽立陶宛那盒炒飯 因為他出去房間回來 就會出現一盒炒飯 說這是誰動了我的房間 結果確實那個炒飯也沒出現 可能在這個政變可能會有 他現在導演這樣講的 導演說我當時跟他們請教的時候 他們三個人沒有加入政黨 也都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們只是就他們的專長 我就想說沈柏陽 蘇子雲 林景昌 林景昌沒有加入政黨 你不知道林景昌是誰嗎 蘇子雲是誰他不知道嗎 對 就很好奇很好好笑 比較沒有加入政黨 可見這個導演可能 如果他講的是真的表示他對政治的認識 沒有 他是在路上的導演 拍民進黨總統大選宣傳片的導演 御用的 所以他說這幾個人不是政治人物 我覺得很好笑 好不好 台灣病原不只華盛領報今天講 缺乏心事的訓練 不過也不是所有這些所謂義務 都要去學什麼無人機 都要學繁裝甲 火箭彈 不是這樣子 通常這種東西應該是職業軍人在學 但現在職業軍人 這幾年18個月跑掉將近1萬人 不幹了 為什麼呢 照理講你國家的重點要放在職業軍人身上 他現在放在義務役身上 要這些職業軍人去訓練這些義務役 這些職業軍人整個訓練 他本身的任務就被打亂了 他要來訓練這些義務役 沒有那麼好訓練的 你看公事 準備 各方面 裝備 所以他們覺得太累了 就跑了 將近1萬人離開了 本來你是希望這些義務役 來幫助這些職業軍人 結果現在職業軍人反而離開了 不幹了 一下跑掉將近1萬人 9600人 很多人的 華盛領有個報說當兵不踴躍 奇怪 台灣人不像以色列那樣 一打仗都從國外回來 怎麼會 都不想當 都超乎國防部的預料 國防部要他們當一年兵役以後 大家都要念大學了 本來很多人還不想念大學 浪費四年 念大學幹嘛 也學不到什麼東西 在那邊混了四年 現在都要念了 本來不想念的也去念了 為什麼 當四年 讀四年大學 可以至少讓這個兵役緩四年 所以當兵也不踴躍等等 另外民房說每年只受訓八個小時 也跟不上暫時的需求 而且民航教育經費用在每個人身上非常少 桃園最多也不過就700多塊 有的人才 像新北市一個人才120塊 高雄是一個人才167塊 訓練 花的錢太少了 那到底一兩百塊能夠訓練什麼 馬英九今天說軍購如果是交保護費 國防預算就變成一個乾坑法案 會把台灣的財政拖垮 你現在3%你就說太少要到5% 5%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預算 中央政府每花兩塊錢 一塊在國防預算上 你看台灣變成什麼樣 那其他都不要幹了 所以怕變成一個乾坑法案 民進黨就笑 說馬英九一笑國際 別的國都花很多錢在國防 為什麼你就不要花很多錢在國防上 休息再會了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懈 好 昨天晚上你們有看 羽球的冠亞軍賽 都有 都有 大部分都有 結果因為前面那個銅牌中 都會打得很激烈 所以本來有兩局結束 搞到三局最後 所以前面時間拖得比較久 所以知道這個時間比較晚 那林洋佩 中華拿第一個金 其實今年獎牌來的比較晚 最後看看就可能要靠射箭 靠這個拳擊等等 羽球能夠拿到金牌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連續兩屆 兩屆拿到金牌 但他們也沒有 所以是開封氣之先 而且這次七連勝 因為他命氣也不好 抽籤是死亡之主 那一組裡面很多很厲害的組 就要一路打贏 這個也不容易 除了實力也是要點運氣 有沒有碰到線 線內 線外 咚 說實話我們打過網球 打過乒乓球都知道 有些時候還是碰到網上咚 掉下來 有的時候還是有一點運氣 當然技術很重要了 不簡單 賴清德致電給他們說你們為國爭光 然後說全國應該放假一天 很多網友都認為說應該放假一天 大家來慶祝 普天同慶 柯文哲也是說台灣因為你們而驕傲 也是炸戰他們 朱立倫在國民黨發了兩百份雞排 說如果將來林玉婷如果再拿金 再加碼 本來因為李洋是金門人 所以金門現政府才會比較好錢 給他特別加碼 結果蔣萬說我也加碼三百萬 王麒麟就變成573萬 台北市說要蓋世界級的國際羽球館 其實他們上次打完以後 羽球就很熱門了 我到哪一個區 好像是中山區的體育館裡 我打羽球分了好多組裡面打 打得很熱烈 所以會帶領風氣的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戴資源要退休了 這次還戴傷 因為運動久了以後都會全身都是傷 李洋要退休了 網路就說那2028年到底誰去打呢 到底有沒有後起之秀 也不一定 也許有後起之秀 好 到底怎麼我們看一下 羽球男雙金牌戰 總統全程緊盯一度還開完掃 說全國應該放假一天 而就在林洋奪牌的第一時間 還打給王爸爸倒喝 我是王偉縣 不是王岐林 總統不叫我王岐林 哎呦 總統你是不是太興奮 叫錯名了 因為總統的聲音聽起來真的很嗨 我們在用最正的掌聲 感謝他們兩位為國家拼贊 而總統不只打給王爸爸 凌晨一點左右 call out王岐林 劈頭先說恭喜 也提及王爸爸去爬七星山 果然帶來好運 王岐林笑回爸爸不只爬山 還喝金牌 令總統跟李洋通話時 大讚他很冷靜 默契將 我們要在既有的273萬獎金的基礎上 再加碼300萬的奧運金牌 連霸專項獎金 也就是說王岐林跟李洋 除了國光獎金2000萬外 王岐林另外可再拿北市發的573萬元 另外李洋戶籍所在的金門縣府 則會發出550萬 李洋奪金舉國歡騰地方政府 也相互走近 其實昨天晚上 大家相信大家都睡很晚才睡 真的 林洋配真的打出一場 讓全國我們台灣同胞都非常感 都很感動的一場比賽 也是台灣在2024年巴黎奧運 第一面金牌非常不簡單 因為這邊也要稍微透露一個小秘心 因為剛好李洋也是我們 他的爸媽他是金門人 他爸媽就住在中和 所以我們中和也有公廟 特別因為他要打這個金牌賽 也是為他祈福 所以真的是很開心這樣的事情發生 未來再如何獎勵這些球員 或是給這些球員運動員 未來的一個生涯規劃的時候 其實是要好好來去想想 是不是有給企業足夠的誘因 以及長期從這些小運動員 從小到大 一個整體的培育是有個整體的計畫 而不是說可能就是說 得到獎品大家就開始加碼 或是拍拍手 或是說要放假一天 我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 年齁 昨天大家超High的 因為這個不只每一個球 大家在群組裡面 對 打中 打中 然後這個大力 這個小力 大家就變成一個羽球一日專家 從那個旁邊的 就是說我們台灣隊的 比較那個教練比較沉 然後大家說中了嗎 中了嗎 然後對手的教練就很High 好像那種很有戲劇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民 因為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講林陽沛 他得了金牌 所以我個人也加碼了100杯的珍奶 在台北跟桃園發 但我覺得每一個人 我想說真的大家都有看嗎 因為我自己是全程看 確實大家都有看 我們對面那個社區的 不管他年齡成怎樣 說我熬夜 我熬超晚的 我就是把它看完 所以這種是 台灣喜歡的團結的氣氛 過去這幾個月 台灣實在太撕裂 也太分化 太衝突了 這個我們講得金牌這件事情 正好讓大家兜籠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感受 是史無前例的感動 KK羅琳一直批評林玉婷 說他性別有問題 《時代》雜誌說台灣一致反感 而且讓奧運蒙上陰影 變成一個文化戰爭 因為KK羅琳他寫哈利波特的時候 台灣小朋友很喜歡看那個時候 他最近就搞到性別的這些問題 郭正亮說體育署有責任 所以因為上一次 上一次的亞警賽 他是因為國際的權種 用性別生化指數說他異常 所以當時他是54公斤 這個林玉婷很特別 他打過51公斤 54公斤 現在打過57公斤 他們有時候增一點胖 有時候減一點胖 國際拳擊以後把他取消 體育署當時揚言要抗議 結果以後雷聲大雨點小 所以郭政委他做過體育署的副署 他說當時應該一直窮追不捨 把獎票追回來 你怎麼就算了 算了好像一副就是默認了 另外現在有國際奧會跟國際權種 國際奧會就是說 國際權種的檢驗是不合理的 用什麼生化什麼檢驗不合理 國際奧會他們是檢查荷爾蒙什麼 有他們指標 他們認為國際權種有問題 所以國際奧會去年以69比1 通過國際權種斷絕關係 就是國際奧會跟國際權種斷絕關係 國際權種認為被控賄賂 操縱比賽 所以就是國際權種中間有很多問題 所以國家會不承認他 我承認我自己的檢查 跟我不承認你 你不要來亂 另外林玉婷說她帶著大家 全台灣挺她的力量要走到最後 她現在至少有銅牌 看是不是能夠打進金牌 她也希望能夠打入金牌 另外她以前上節目 穿浴衣說你看她 超青色的淡妝的模樣 所以粉絲說 看起來就像個小女生 怎麼要是個男生等等 好吧 這個到底 來 怎麼看 來 鑰宇到底怎麼樣 確實林玉婷這次受到很多 不公平的對待 尤其是JK羅琳 特別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在國際上其實引起很多的爭議 我想全台灣的人 當然都是站在林玉婷這邊 為她加油 因為不是因為她的外表 而是因為她這個艱嫩的個性 跟這個每次在場上 拼搏的勇氣跟鬥志 她也知道說有這麼多人為她加油 所以其實這場比賽 大家看的是特別的感動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何去支持我們的體育選手 因為其實這一次 大家也對過去 不管是單向協會 等等對於選手的一些 不公平的待遇等等 也是有一些討論 所以還是希望藉由這一次的奧運 能夠讓大家更重視體育 更關注我們的選手的表現 林玉婷這個事情 我真的特別要講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感 就是我們體育署的角色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沒有錯 大家絕對會力挺 林玉婷 因為她蒙受不白之冤 她從頭到尾 她並不是一個身手 她是一個在參加比賽 無數戰役 她這次是以第一號總子 球員的身分去參加的 她是非常非常強的選手 好 他為什麼會無望之災 就是非常爭議被認為 有收受賄賂操縱比賽 不法貪腐行為的IBA權總 他們在2020年選上的是 俄羅斯的會長 叫Krumlov 這個俄羅斯人 據說跟普丁是好朋友 所以這裡頭當然也被大家認為說 可能也有點地緣政治的問題 但是他們上來以後 真的很奇怪 採取了一個全部所有其他比賽 都不採取的一種檢測 就是去檢測你的染色體 可是它的檢測方法到底是什麼 這個染色體的檢測 是否經得起科學的考驗 以及檢測報告為何 它通通都不公布 通通都不公布的情況下 就莫名其妙把我們林玉婷的 雅錦賽的獎牌就取消了 取消了之後 當時我們的體育署做了什麼事 他找了專家學者來開會 這裡頭還包含醫生 還包含認為說 可能去檢查染色體的這個部分 如何如何 他們都做了很多的討論 討論的結果就是說 林玉婷沒問題 我們應該要去幫助她申訴 結果你幫助她申訴以後 他們還對外宣布說 要 他們要去申訴 可是Kremlev 就是克里姆列夫 這個俄羅斯的會長他怎麼說 他現在對外說 因為台灣你這個選手 中華民國這個選手 沒有來申訴 所以表示他心裡有鬼 好 那到底變成羅森門了 究竟我們體育署是有去申訴 還是說這個Kremlev 這個俄羅斯級的會長說謊 今天是一個關鍵 因為今天晚上的7點 國際選手 就是這個Kremlev的選手 他要開國際記者會 因為後來跟他槓上的是 奧運的主委會 因為奧運主委會 覺得你們實在太過分了 明明這個林玉婷 也不是變性的人 然後他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小女生 而且他們不只他 阿爾及利亞的凱利夫也是無妄之災 這個凱利夫 他們阿爾及利亞是穆斯林國家 那個國家先都不要討論 這些什麼性別爭議 那個國家是不准變性的 也就是說他如果真的是 什麼跨性別者或什麼的話 他就已經在阿爾及利亞坐牢了 他還出來跟你比賽 所以就是這個權總的這種說法跟決定 造成這些人匯擾 這個凱利夫當時他們 阿爾及利亞很奇怪 他們確實有去跟國際權總在IBA申訴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申訴到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把它撤回 這個原因因為是發生在阿爾及利亞 原因我們不知道 但不管怎樣 台灣並沒有敲鑼打鼓 拚命的為我們的選手權益 被取消講台這件事情 沒有強力的做 這個是政府的失職 我最後要呼籲 大家很氣羅琳 寫哈利波特這作者 可是你去告他 你不一定告得贏 因為他認為的 提供的消息來源是這個權總 我們並沒有對權總 真的進行國際訴訟 我覺得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特別是民進黨政府 從上來以後 整天都沒有想到你就是公權利 每次支持我們的什麼球員 支持我們的誰 就是一張臉書照片 總統 副總統 前任總統 輕飄飄的貼一個照片說 我們支持你 講話有用嗎 嘴巴Lip Service有用嗎 你為什麼真正該幫選手 爭取權益的時候你不給他 大家還記得戴資穎當年 去東京奧運的時候 你連商務艙都不給他做 這就是我們的體委會 體育署你做了這些問題 還不知道檢討 真的 拜託 拜託 讓我們第一線的 辛苦的選手 不要自己去面臨這種 大的壓力跟災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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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 多拜託 謝謝大家 照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